好 主播各位观众马上带您来关系 一人黄子娇在今年5月的时候 是被依违反额绍姓博雪罚起诉 而原因呢就是因为她的硬碟里面 是持有七部未成年的姓影像 不过在第一次开庭与第二次开庭的期间 的检察官又找出里面 硬碟里面另外41部的影片 所以现在影片数量是多达了48部 被害人也有47名 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呢 她是抵达了台北地方法院 要来进行开庭 现在我们看一段稍早画面 这次一样不会认罪吗 会担心老婆被传唤吗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黄子娇 一样是穿着同一件的蓝色衬衫 而面对记者的疑问呢 也是没有回答就快步的 跟着律师走上楼 而根据了解呢 黄子娇不只不认罪 而且还当庭呢 来跟法官争执新法与旧法之间的差异 原因呢就是根据儿少姓波雪法 旧法他只要获得一些赔钱缓刑的部分 就可以了 不过新法呢 则是会被判处最高有期徒刑 因此呢 他在争执说他下载的点呢 是适用于旧法的期间 检察官未来也不排除 会传唤他的老婆梦耿如来出庭做事 以上是我们现场 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是镜头 最新消息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对我们下载静新闻的时间 我们下载静新闻 去年载静新闻 这边是高速的时间 我们下载静新闻 厚上载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